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得怀念 逝者如私 不舍昼夜 虽然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 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定格在了许多人的心里 不曾忘记 2020年1月16日 主持人赵忠祥在自己78岁生日的这天 因病在北京去世 赵忠祥去世前所住的北京世纪谭医院 距离赵忠祥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央电视台老楼 仅有一公里的距离 从病区窗口就能看到 相信赵忠祥在住院期间 一定会经常从这里 看向他曾经工作的地方 主持人是赵忠祥众多身份中 最为人熟知的标签 而他最后一次作为嘉宾主持人身份主持的节目 就在《记忆》2019年12月16号和17号播出的 纪念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首演55周年的特别节目 独家记忆百变人生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 今天我们《记忆》的演播室应该说是彭壁生辉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上 《东方红》三个字 就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 55年前《东方红》的故事 为此我还要把我们江湖的前辈赵老师请上 跟我一块主持这期节目 当时赵老师您在哪个位置 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会堂那份前后两个座位的阵型 我在后边这个第一排靠门的那个地方 我们几个人在那儿 现场直播 当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全场的激动万分 那个时候我今天都忘记了 我当时说的是什么话 反正是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的那种热情 都轻轻诉出来 然后我非常有幸的 那一天毛主席立临的时候 我进行转播 我算一个中视的观众 是吧 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他们每一个人的演出 我都记忆犹新 赵忠祥曾说 我是被时代造就的一个人 1960年刚参加工作八个月的他 就参与了国庆实况转播 1976年周总理叙事 毛主席与世长辞的报道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 也是通过他向全世界宣告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他就成为了第一位中国的电视南播音员 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 13次主持春晚 各位观众 获得了第一届金化宏奖 但就是这样一位主持人 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节目时表示 他的职业生涯仍有遗憾 大家知道六四年原子弹爆炸 对整个中国 对整个大家的人心来说太重要 太重要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也是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如果当年没有原子弹爆炸 能有我们今天的地位吗 高兴死了 而这个时刻又由咱们的周恩来总理宣布 宣布当时不让你们往出讲 不让不让吗 不让回家暂时不要说 不能说 这是机密 等着要发行号外 这个事我们是第一个 我在你们在现场知道 在现场之外的北京电视台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呢 就是说有可能我在值班 就是说随时把这个号外 向我的观众在屏幕上宣布 那个他们那么多人在一块 真是很幸福 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 我一个人在小屋里头 我也很幸福 但是没有跟你们分享 这种观慌惑 对对对 没分享 就是那种共振的感觉 但是我激动万分 我觉得这个历史地位 是没得可挑了 怎么我又那么幸福 今天的这个事 这么重要的一个事 我会在屏幕上 向我的观众去宣布 你后来什么时候说的 不是后来没说成 我就跟你说这事 什么原因呢 那个号外啊 当天发得很晚 而中央电视台 你们也知道 就是北京电视台的前身呢 我们每天十点多钟 咱就关窗了 关门了 关窗了 我就坐在这 就台长孟曲余同志 我就老盯了 这个老大姐 我就怎么搞 那怎么回事 还没有 没有 那就等着到最后 很遗憾的是 等到我们观窗了 一会儿来了 我错失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真的一直到今天 我都觉得是遗憾 但是那天呢 我们全体人员都上街了 都在 我不记得 你们记不记得 都是狂欢的在街上 大家游行啊 庆祝啊 这个事儿对我们当时 太振奋了 街上的西里去 西里是他们四个人 是 马基 王静渝 江坤和他 我在边上给他们 先报幕 把他们请问了 然后我就回家吃饭了 嗨 那个晚会开场是我 然后小庆姐呢 是当时 咱们第一位女主持人 春晚的第一位女主持人 你看看 她是第一位 你是第一位男主持人 我一个是男报幕的 男报幕的 多难听啊 你说 主代表 第一页云新大街拜年 云新春庆佳节 莲欢晚会现在开始 万绿从中一点红 这个你一定记得时代背景 对 那是八三年 八一九 八三年 在街上 大家都是挥不拉筋衣衫的 那种中式的扭扣的衣服 而且一家没有两件衣服 这是您穿哪个 我穿 我对我那天穿 您穿就是 穿中然装 今天你看见我这件衣服没有 我不怕你们笑话 这件衣服穿越了四十年 那儿有我一个相片 正好有一个意思 你看我里头有一个衬衫 那么叠着吧 外头一个 外头这件衣服是公家提供的 这个外套 外套公家 里头那件衣服 我夏天冬天都穿它 是让我们出镜做新闻联播的时候 我没有衣服 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太太在街上 满大街转了半天 挑了那么一块 的确凉的料子 的确凉 然后给我凉衣服 在我们家的缝纫机上 哒哒哒 用了两天的时间 做出这件礼服了呀 我穿了两年的 里里外外的 国内国外都跑过呀 在所有追到赵忠祥的朋友当中 倪平的回忆引人注目 就在赵忠祥去世之前不久 倪平曾经深夜探访病中的老友 赵忠祥去世之后 他微博长文细说了 和赵忠祥的过往 令人动容 从一进中央电视台 倪平就和赵忠祥搭档 这一合作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人们已经习惯了在除夕之夜 和家人团聚在电视机旁 看春晚 等待赵忠祥 等待倪平 那是许多人脑海当中 最深的新年记忆 我们今天仍然会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非常感谢 电视台的领导和导演 以及感谢这个时代 有这样的好节目 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担负这样的一个重任 另外呢就是说呢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争取下一次还有我们 我觉得没有一次我敢说 把自己放松了 完全欣赏这过程 我觉得一直都是 都是绷着一根非常紧的弦 但是你说说 你认为最好的是哪一届 那我必然会说 我真正主持的那一届 八四年春晚给我的印象 真的是非常深的 因为它诞生了一个主题曲 南望今晓 南望今晓 一直传唱至今 我跟这么多主持人 我今天头一次当众表扬的 这个倪平 他给人的最深刻的一种感觉 不是台前的印象 就幕后大家不知道 他的这种用功 就是对台词那种用功 生怕错了 就是怎么准备也准备不够的 那种感觉 他也是 我觉得他拿着那个台本 就在那个幕后 就是那个幕联后 真的 那灯光里 一边走一边 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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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那个第一句台词 坐那就准备开场了 他都会照着 是在那再来一遍 来一遍坐那一会儿 咱们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都该开始了 就一直是这种状态 他绝对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跟人谈织毛衣 那头发哪儿烫的 说这这唇膏哪儿买 他都想着他这个 专注 专注 我觉得他的这种成功 和他自己的努力 是完全成一个证明 多少伤痛和迷惑 曾经在悠悠暗暗 反复复中追奋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入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度 伴着我 她是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 清姐 孩子是革命的后代 要让他们经得起疯了 她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江姐 她的一生 经历过战争 病痛 生离死别 是什么 让她从不屈服 逝者如私 追忆故人 记忆正在播出 在我身后的这组照片 相信很多观众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们都是1961年 被评选出的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岁月荏苒 照片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 其中江姐的扮演者余兰 2020年的6月27号 在北京去世 享年99岁 经历过无数磨难和变故的她 用自己的一生 诠释了江姐这个经典的角色 最后这个场景 本来这个戏里头没有 就是敌人把我们拉出去了 要就义了 观众也知道了 敬爱的周总理 他看了以后 他说不对吧 你们忘记了 每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他牺牲的时候 都要高喊 共产主义万岁 这样呢 我们才加上了这个情节 而就因为有了这个情节 更使得千百万的观众 心情是激动的 1961年 于兰已经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场 有一段时间 他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养病期间 他在《中国青年报》上 读到了小说《红颜》的连载 一下子就被作品里的英雄人物 深深地吸引 住在医院里看 我就觉得非常好 我就给大家伙面 同平房五六个人呢 都听了 都感动 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戏 我就跟导演介绍这个情况 导演呢 也觉得挺好 他就也愿意来拍这个戏 62年的冬天 发现小说 63年修改 64年完成 后来宗总理还给起的名字 原来说是不是叫江姐 那我们说还有许云峰呢 后来就 周总理就说 就用这个烈火中永生 总理对演员 不是对我一个人 每个人都会想起很多 总理对他们的爱护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确实总理对我们演员 是关心极了 有一次听说您生病了 总理还特地来看您 总理那是邓颖超大姐 我们也管他叫邓妈妈了 邓颖超大姐 他听说我要去杭州休养 正好总理陪着弗洛西洛夫 在杭州 那么他就去问那个 疗养院 哪有哪有没有余兰来住 都没有 他就很奇怪 他又给邓大姐打电话 邓大姐又问了前方 他知道我还是住在美术学院 那个院长叫穆浦 是我的同学 我们鲁毅的同学 我们住在他家里 还没住进疗养院 那时候就后来 总理知道了 就专门还让人来 请我们吃了一顿 那个花子鸡 这张照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 周总理在香山 接见于兰等演员的时候 被摄影师拍下的 那天天气非常好 于兰一头短发 白衬衫显得特别的捷径 微笑始终挂在她的脸上 因为她当时怎么也没想到 总理能和她握手 并且在大家的面前 高度评价她的演技 说她在革命家庭当中 演出了一位好妈妈 她说的就是她 演了一个好母亲 指的就是周莲这个角色 在跟周围的人说 就是她 就是您 饰演了这样一个好母亲 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吗 那当然 现在我家里也摆着这个 小姐 于兰出生在辽宁 九一八事变后 她随父母逃到了关内 先后在张家口 北平 天津 读小学和中学 因为经历了流亡之痛 少女时代的于兰 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 以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 1937年7月7号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者点燃了战火 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于兰强烈的渴望 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铁甲车 日本人 整个从西指门开进来 那已经是七七的十几天之后了 我呢就站在街上 说真的 就是感觉那样的无助啊 这时的于兰 再也无心做沉默的羔羊 她和天津的同学赵璐 王书源 经人秘密介绍 决定投奔抗日队伍 然而不幸的是 正当她与王书源 由于毫无经验四处乱撞 寻找街头地点之时 等待他们的 却是日本人的监狱 一到小学校 还没到门口去 一个警察扇着扇子 我们俩就装部上小学校 就上那个隔壁 一进去 啪的四五个警察 就把我们俩人给抓起来 一直后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 审讯呢 我就按照我们的口供说了 说完了呢 她就省了两个眼睛 你她坏了坏了 就说我 然后呢 就拿着笔 咔咔咔 这么大一天 就那打印纸 那么大张 三个字 于佩文 就是我的真名啊 我这个时候 因为已经改了名字了 我不是叫于兰了吗 就是 我这心 我这心里头一惊 我一脸上都不敢表情 心里 她都知道 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小说 也看过很多 就是进步电影 在敌人面前 不能够 动摇的 是吧 所以 不知道 就说不知道 来回的问了我几次 这三个字 是谁 真的 不知道 最终 因为证据不足 和王淑源的机制 方使于兰 脱离湖口 1938年 于兰 17岁的时候 她偷偷地离开了父母 在同学的帮助下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 来到了延安 刚到延安是下午四点钟吧 拐了一个山 看见宝塔了 这大家就知道到了延安 哎呦 本来都走不动了 也看 咱们就跑了跑 就走得非常高兴啊 看见宝塔了 就直接的往那个方向奔跑 一去到里头就看 都是穿着灰衣服 都是军装 有的没打过腿 女的都是散裤腿 搭着个皮带 这会唱歌 非常的热烈 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 是一个红的布 土布 上头写 贴的白的纸上写的黑字 干部联欢晚会 这词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 写的那些个 我说 这真 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 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 气氛啊 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 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 于兰入了党 并先后就读于 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 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 让于兰印象最深的 还有每晚的联欢 因为口音不重 普通话说得不错 很快 爱唱爱笑的于兰 被选中出演了一部 舞台剧的主角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 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 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 于兰登上了她人生中 第一处表演舞台 就按照说的排的眼下 眼下哗哗哗哗鼓掌 自己都没有想到 人家还要给你鼓掌 这时候才体会到 这演戏的这种幸福 这个甜劲 挺满意的 自己也觉得挺好 第一次登台 让于兰体会到了 做演员的成就感 从此 她爱上了表演 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 后来她渐渐地领悟到 演戏不是游戏 而是一种事业 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 可以唤醒民众 进行斗争 从此之后 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 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 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1938年10月的一天 康大文工团 在礼堂演出舞台剧 这是一出表现 西班牙士兵 为正义而战的戏 大幕拉开 舞台上的一位西班牙战士 一下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 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 说到田芳的名字 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 但是提起他扮演的角色 影片英雄儿女中 那个坚毅沉着 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 王政伟的形象 你一定印象深刻 1935年 15岁的于兰 偶然观看了 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 壮志凌云 田芳在影片中 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后 她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 和淳朴的农民形象 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天南地北怎么会跑到一块了 真的是好像是说是缘分一样的 就在一起了 那时的婚礼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大家就非常高兴 因为是剧团嘛 就把那个胡气啊 唢呐呀都拿出来 大家就这样拿起来 就给我们奏乐 还有好几个人都讲话 我现在都记不得了 他比我大一点了 比方知道节约了 像我爸爸这鞋发完了 这个冬天穿完就扔了 他都说你应该收起来 明年还可以穿 我好像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就是谁发给我什么 我就穿什么 然后该扔了就扔了 就那样的 但是他都比我会生活 告诉你怎么样的节约 怎么样的生活 什么这样的 1974年8月27日 田芳因病去世 他留给于兰的 是美好的回忆 与自己的牵挂 我听说在那个时候 您自己也是出了一件事情 让您在这之后和舞台 就失之交臂了 我是因为那个劳动的时候 从房上摔下来了 自己就觉得我好像 做梦一样的 好像脑袋在底下 就先下去了 以后我就不知道 摔死过去了 当时 没有知觉了 没有知觉 摔死了 后来大人把我抬出来 这脸上都是血了 这也是 也缝了五针 这也都破 这都流着血了 于兰演不成戏了 一位优秀 而且热爱表演的演员 被迫离开了表演视野 这样的遗憾 曾经给于兰留下了怎样的痛苦 我们没人知道 也很少有人听她谈起 但是认识于兰的人都知道 她并没有自此 就消沉下去 1981年 60岁的于兰出任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 从此开始了她 又一轮崭新的人生旅程 1982年到1999年 是中国儿童电影最高产的十几年 而影场以每年四到五部片子的速度 出产儿童电影 在于兰主抓生产的十几年时间里 共有近三十部影片 与小观众见面 推出了红相 应生阿哥 少年彭德怀 我的九月 月云 等几十部儿童电影 题材涵盖了儿童故事片 歌舞片 戏曲片 神话片等等 1988年 儿影场推出了一部 由张之路编剧 宋崇导演的儿童科幻片 霹霓贝贝 这部电影 讲述了一个身体带电的小朋友贝贝 摆脱孤独 寻求有爱和理解的故事 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 影片充满想象力的情节 迅速征服了无数小观众 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少年儿童 用孩子特别喜 需要那种想象力强的东西 是意想不到的 孩子是最喜欢了 黄翠岛花 像两海 不要有眼泪告别 到那个时候 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结构 她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表演风格独树一致 曾获得过多个国内重要电影节表演类奖项 她的意外离世 让无数人扼腕叹息 而她留给世间的 是那一段段长存的笑声 和笑声背后的故事 她可以说是一个有异于常人的 这么一个不快乐的人 事者如斯 执意故人 记忆 8月18号 61岁的演员谢元 因突发心脏病 抢救无效去世 今年的5月份是谢元生前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老友们聊得非常的尽兴 谢元呢 便开始隐行高歌 她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 看起来总是那么的美好 5月30号这段与朋友聚会的视频上 谢元看起来神采奕奕 谁都想不到 短短的三个月之后 她竟然离开了 得知谢元突然离世的消息之后 昔日好友悲痛万分 纷纷发本哀悼 刘晓清写道 好朋友谢元去世 享年61岁 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自己呀 怀念合作电影 火烧原明园 垂帘听政的日子 冯远征说 一个好演员 一个好人 谢元老师一路走好 导演李绍红说 谢元把演戏当作自己的生命 就像孩子王里他饰演的角色 是那个时代不朽的人物 他是我们七八班最快乐的人 他走了痛心 痛心 太痛心 这其中 葛优和梁天更是与谢元 情同手足 曾合作过多部影视作品 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之为 喜剧三剑客 三人不只是在荧幕上 为大家带来欢笑 私家里关系要好的三人 甚至还开了一家公司 拿了五万块钱 拿了五万块钱 这张店 太小了 葛优拿了很多 您主要负责哪一方面呢 我主要负责还是出足意这一方面 是我给他出足意 出很多足意 好足意还是收足 好足意 挣钱 我们在90年代 以至于这个世纪的头五年 非常赚钱 分钱的时候是梁天分的最多 因为他呢是 他困股嘛 他是董事长嘛 应该是 您是中间拍摆的 对 我会出足意啊 或者说到最后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看一看这个合同 有时候梁天的心里满过 哎呀 喝着酒 差不多了就行 这中间有很多细则 你必须得来看 谢元打小就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 聊起老北京的话题 可以说是滔滔不绝 但是谢元最不敢去的就是胡同 因为一提起胡同 他就能想起一个人 女生呢 长辈们呢 对于孩子 特别是对于孙辈呢 特别溺爱 我就属于呢 老姜啊 哎呀 非常溺爱我 特别一溺爱呢 有时候就没大没小的 没正形 啊 我爷爷给我生日头 我记得 我把一大碗盆 冲一口头就刮开 扣爷爷头上 扣意思吗 就让我爷爷说 没事没事 帅帅平安 我说没事没事 多宠着 对 所以我想起我爷爷 我老要掉眼泪 爷爷小的时候 对你特亲吗 亲极了 所以您跟爷爷 共同生活 大概是多少年 或者说 整体有二十年 因为我从小 我是跟着他长大的 跟着奶奶 爷爷长大的 爷爷没有看过 你的一部作品吗 从来没有看过 那时候他已经 等我从营以后 他已经去世了 有时候我不敢想象 我说如果从胡同口那儿 要是我爷爷爷突然出现了 我会多么地悲伤 或者说多么地高兴 但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想象 说万一我爷爷拐脚 露面了 能面对他吗 我觉得我不敢 我真是不敢 他可以说是一个 有异于常人的 这么一个快乐的人 他不光自己快乐 他永远能把快乐 传达给你 按说我是个学心理学的人 我对他的这种性格 或者说是人格 我是非常了解的 他是怎么样 但是他依然在 许许多多的地方 真的就帮着我 把情绪都 其实谢源 他不光是一个段子手 他不光是一个好朋友 也不光是宝才哥 他是我们 就是中国演员里边 男演员 演员有没有 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不是唯一的 也差不多 一个把这个电影 电视所有的奖 全获齐了的人 如果管这叫大满贯的话 对对对 相当于体育的大满贯 对啊 他得过金鸡奖 最佳男主 金鸡奖最佳男配 百花奖 电视精英奖 他是一个满贯选手 这样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从 由于他 突然去世 然后我们跟着这个热度 在这里 不是 可能圆哥的这个 这个艺术成就 或者说 怎么被人公平的 不掺达任何这种 热点新闻色彩 去评说 去提起 还是将在未来很多年 我们都会记住 咱都会评说 可现在我会 莫名地哭泣 当我想你的时候 凌落成你碾坐沉 只有相如故 2020年 除了赵忠祥 于兰 和谢元三位老师之外 原中国国家画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 广播节目 《小喇叭争》的故事讲述者 曹灿叔叔曹老师 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第一位电视主持人 沈丽老师 还有京剧谭门第五代传人 谭派艺术掌门人 谭元寿先生 以及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 陈爱莲老师 都陆续离开了我们 他们如烟云般随风而逝 把无数的回忆和感动 留给了那些 曾经喜爱过他们的人 《小喇叭争》的故事 《小喇叭争》的故事